6月16日,印度经济时报援引知情人士报道,红海集团正寻求进入印度的电动汽车制造领域。 红海高管去年在访问印度时,曾与马哈拉施特拉帮、特伦干纳帮、泰米尔纳德帮和安德拉帮这四个帮的官员会面,讨论电动车制造及建厂计划。 知情人士称,印度代表团将很快与红海高管会面,讨论该公司的电动汽车计划。 目前尚不清楚红海是否会通过合资路线为多个品牌或单一品牌代工生产,一位人士表示。 他们与电动滑板车制造商Adder Energy有合作关系,但他们进入该领域时很可能会寻找合作伙伴,可能与印度汽车巨头之一合作,就像他们在半导体领域所做的那样。 该人士补充道,红海5月31日举行股东会,董事长刘洋伟表示,公司将打造MIT Made in Taiwan电动车电池产业链,红海集团也考虑在美国、印尼和印度等地布局电池供应链。 汽车新业务方面,红海电动车推出CDMS新商业模式,客户依照不同需求组装,这一年拜访印度印尼与泰国,推动电动车在地合作。 6月1日消息,印度政府据报道将阻止维丹塔集团、维丹特 Group和红海精密的芯片合资企业获得国家补贴,因为该项目不符合资助条件。 该合资企业的激励申请不符合政府的标准,包括选择合作伙伴或许可制造28纳米芯片的制造级技术。